我們會盡量盡快的來確認 這個相關搶修所需要的一個時間 那接下來這個地方突破之後 霍蘭廷的路段突破之後就會進到回頭灣 那西寶國小就在回頭灣跟霍蘭廷的中間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突破之後 我們也可以更接近西寶國小 那在今天的中午左右 我們也聯繫南投縣的這個搜救的人員 嘗試的從西側來組織 搜救跟救援的團隊 那隨著道路的一個搶通呢 往前面來挺進 希望能夠最快的這個接觸到受困的一個民眾 並且儘快的把他們這個搶救出來